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 就是好像是已经是在年初年中的时候了 我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刚好是11月了 我想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 看似好像不是特别重大 其实是蛮关键的时刻 对升学求学来讲 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申请来年的大学 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尤其是如果您是在junior year的话 其实是很重要11年级的时候 还有sophore year是很重要的 高中的时候 您怎么样看接下来 加上接下来又有点快要到这个 Thanksgiving holiday 然后到这个Christmas holiday 在holiday season 学生要怎么样注意安排自己时间呢 我们首先从升学开始 对每年到了到这个秋季的时候 就是冬天快要开始之前的话 差不多就到了这个11月12月的时候呢 就是一年当中在准备叫送往迎来的时候 意思就是12年级学生 他们已经进入到申请大学的阶段 所以当12年级进入申请大学 那他们一旦申请了把这些资料表格 在11月的时候申请加州的UC加大 或加州州立大学 还有很多外州的大学 那12月的时候就申请全美国的私立大学 也都在12月这个月份申请 那当这两个月结束以后 12年级的学生就是工程升退了 那接下来你刚刚讲的Junior year 11年级学生就开始了 就开他们上场了 所以当这个学生呢 不要只是跟着学校的学期的功课走 你应该跟你在申请大学的这个叫做造表操课 所以11年级到的时候呢 这个11年级学生就看着他的12年级学长 他们在做什么事 你先观摩 先观察 先留心注意 他们什么时候填表写字传 课外活动的总结 SAT分数拿到了吗 GPA还有这个课外活动 每样东西都算出来以后 把这些资料就汇整起来 在这一个月之内都是网络上面报名 把这些资料 就是电子邮件档案全部送出去 那你也通知ETS教育测验中心 把你的SAT或者这个ACT 各方面考试成绩也全部都这样送出去 那接下来呢 这个11年级的学生呢 就开始要想想看 从现在11月开始到明年的11年 整整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为你自己做些什么准备 就像刚刚您听到的 就说这个暑假过完了 现在剩下一个寒假 其实寒假美国很短 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呢 它这两个星期的时间 很多人现在都知道 寒假的时间别人放假 你如果对这个申请大学 多做一份准备的话 那你到了这个升12年级的时候 你发觉很多事情 你都已经把这个兵力部署 或者作战计划 或所有的流程 这个细节全部都安排好了 其实申请大学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 就是说你有多少时间 可以做多少事 当时间到了你工作都完成的时候 申请大学自然而然都可以进到一个 算不错的目标 不错的学校 是我们一直以来跟郭主任做很多节目 郭主任不断的就说到 其实就是说分配时间是很重要的 那您看我刚才又提到 就是说您在过往的节目中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你在一个假期里说 你要一个孩子不去玩吧 也是不可不现实的 那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时候 有很多年轻的学生们一定很恨我 但是其实分配时间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当初如果申请大学之后 有郭主任知道 一定会比较时间安排的会没有那么辛苦 那么如何 比如说如果我要到寒假了 我有上Thanksgiving 像Christmas这种Holiday New Year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 比如说其实也不是很长 但是所以安排好分配好是很重要的 那您怎么样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分配呢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每一个寒假到的时候 大概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很多学生那么这就利用寒假的时候 做一个叫总结 总结就是说当你学校功课 有任何一个科目 你念得不太理想 其实这包括不是十一年级 九年级十年级八年级 学生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寒假两个星期的时间 你如果说每天都拿六个小时来念书 这个两个星期会把你的成绩 整个逆转或扭转过来 这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来 学生都试过 在你寒假 别人在休息放假 Christmas 这个New Year的时候 大家都在旅行 都在家里放松的时候 甚至上网打电动玩具 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认真记住 就跟你在学校一样 每天至少读六个小时 多的话可以读到十个 十二个小时都可以 两个星期就把你过去 丢掉的这个分数 成绩全部拉回来 而且呢 这个利用寒假 寒假这两个星期时间 可以把你的课业超前学习 就是Gender Chapter 7 那你自己读到Chapter 9 第九个章节 这个历史的话就往前推 科学往下面看 那我也教过很多学生 就是说利用寒假这段时间 有一个观念是别人休息 你在前进 那其实差距就拉开来了 或者你过去输给别人 也是利用别人在休息的时候 你就开始跑 跑到一个大家 带到中间位置 那人讲说寒假 两个星期时间 你可以去上课 也可以去在家里自修 也可以请老师教你 也可以自己去排定一个 就是由Cousin 哥哥姐姐 爸爸妈妈 或者任何一个长辈 他们对这上面 有所这个经验的来指导你 学一个新的功课 就像培养一些技能才艺 或者也可以去做社区服务 也可以去做一个蛮有质感 蛮有特色的一个叫旅游的 这个经验 就是跑到一个世界上 跟这个文明算比较脱节的 偏远地区 去观察那边人的生活 形态记录 然后把这些经验带回来 再形成一种帮助他 或照顾他们的力量 那这些也可以是在寒假的时候 去做的事情 但是这涉及到时间 金钱 机票 很多的都不是每一个学生 都做得到 但是我觉得在你的community里面 你自己的社区里面 如果说讲到课外活动 或社区服务 寒假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 就像说你跟着教会 慈善组织 民间的这个服务团体里面 利用寒假时间去做出一个 在大学的时候 申请大学 看得到有亮点 有质感的一个课外活动 也可以在寒假的时候去完成这件事情 是 那您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我个人来讲 我后来想想 其实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高中生 升大学这段时候 是 Software year跟Junior year的时候 这是很关键的 实际上到了12年级以后 基本上就是等消息而已 对 那么 所以我还是一直在 在说 如果当初申请大学的时候 有郭主任帮我 是非常是好很多 那么 其实 如果你 如果你Junior year和Sophware year 做的不够完善的话 可能会影响你大学的申请的步骤 那么您觉得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case呢 对 你做的不够完善 就发觉有很多事情 其实你可以做的比 当时更好 但是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是跟时间赛跑 他说Dayline到了 你的申请表 你的自转 你的课外活动成绩 全部要送出去 你有时候想 你再给我三个星期 或再给我两个月 我一定把这东西做得更好 或者我很多东西 我还没有完成 或者说我遗忘了 遗漏了 其实最好的经验就是说 你踏着别人成功的脚步 先踏着他的脚步走 走几个方向 赶抓到了 他的脚步跟到了步伐迈进了以后 接下来再开始走自己的路 就是等于是说 师父领进门 这个师父很重要 当他领进这个门 是对的门 还是错的门 这个一开始 这个方向错误的时候 你接下来走的路都不对 所以师父领进门 你找到一个在申请大学 在功课上指导的一个专家 一个贵人 或者一个mentor 这个人对你很重要 通常来讲 假设你有认识的人 已经进Stanford 进Harvard MIT UC Berkeley 这个人把他真正申请大学经验 具系米移的全部都告诉你 而且他给你很多的指点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mentor 或者你找到一种升学顾问专家 或者找过这个高中里面的counselor老师 老师呢帮学生或counselor帮学生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他在工作范围上 他必须给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 就是说这些程序步骤 你必须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做到什么 这个是叫基本功 那另外一个就是真正下功夫的话 counselor会告诉你很多的诀窍 窍门 很多的秘诀 关键在哪里 说真正大学要看的 表面上他是讲这个事情 他实际上他在骨子里 他是要看到你一些人格态度 观念想法经验 成就上面的一些彰显 你能力 你的特点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叫说一点就通 那你说说你在申请大学来找 你找到这个指点你的老师对象 其实很重要的 一个老师就像你刚刚讲说 如果当时在申请大学 有人提交你每一个时间的分配 时间管理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哪些东西 我说你在闹圈子 这个兜圈子 这个件事不要再做 太浪费时间 有些东西有质感的 有价值的 你要多花一点时间进去 到最后每一个人申请大学 那个层级还可以在网上跳好几级 好几个阶段的 是 没错 就要现在想想 那个时候申请大学 你不是说有多难 而是说就这个步骤 很多步骤很繁琐 真的是像噩梦一样 你想你又要这个 准备自己的成绩了 报表了 然后你要准备自己自转了 还要可能跟这个 对方这个大学的老师打好关系 所以就真的是很多 很繁琐的步骤 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人 去给你提醒一下 或者是去咨询一下 在这一点 尤其像学生的自转 自我介绍这里 我们等一下再讲的 好了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告诉你更多 好 by bwd6 王先生和太太 有明确的目标 很想送孩子进名校 也想安心退休 他们就来找我们 我们跟他们讨论目标 还帮他们设定 适当的计划 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王先生和太太 也已经开心退休 而且经济独立 那就两全其美了 挺好啊 但冬瓜子不用了 马上和富国华语专员 谈谈您的理财目标 因为对话 开启无限可能 Farmers给您15秒的智慧 Farmers经济代表 能帮您确定您的城堡范围 包含了贵重物品 多了解就能防混未然 今天就到FarmersChinese.com 生命试管婴儿中心 是加州规模最大 设备最新的华人试管婴儿中心 国际著名的不孕症专家 夜恋医学博士 采用不打针 不吃药的 纯自然试管婴儿技术 安全有效 成功率高 费用比传统方法 降低50% 本中心并提供 绝缆代母和选择性别服务 生命试管婴儿中心 愿为全球华人 提供不孕症和试管婴儿服务 咨询专线 949-654-5433 全民健保 10月1日已正式开放投保 无论您过去 因健康问题被拒保 保费太高 负担不起 现在起 您无需再烦恼 加州全保 不限收入 不会拒保 想知道如何申请 及政府补助 都欢迎您保名参加 华兴保险 加州全保说明会 我们将会在 哈岗 圣盖伯 喜瑞都 及壮十八 为您举办多场说明会 欢迎您保名参加 626-333-1111 华兴保险 您实现了所有梦想 唯独少了家庭 如果您尝试怀孕超过六个月 是时候去看不孕症专科了 明明试管婴儿生育医学中心 林炳薰医师级团队 以高成功率的试管婴儿 帮助了上千对夫妻 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 专精IVF IUI PGD 捐暖及代母等服务 明明帮您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 626-388-6022 以上节目由Stay Farm提供 向更好迈进 Stay Farm 李新华翡翠金城 全新圣盖伯旗舰店 将于10月26号隆重开幕 10月26、27号来者 前100名由精品赠送 请大家告诉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主任欢迎回来 郭主任您看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当初申请大学的时候要非常的算是 可不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了 就是慢慢谨慎一点 但是又要抓紧时间去申请 其实一个非常繁琐 对我来说想起恶梦般的过程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除了我刚提到的 就是说其实个人的自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你基本上这个就是给对方学校看了一个 你自己的简历就跟你找工作一样 那么您一直以来提到了很多在这个写自传上的一个要点 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对 其实写自传就强调你的特殊性 跟你的这个稀有性 英文叫做uniqueness跟raigness 其实这两个是关键 就是说自传如果只是像既流水上的这种自传方式 写了很多你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 你上了哪些课得了什么奖 参加了哪些才艺的竞赛 这样子的自传其实是大致上是有点叫千篇一律 大同小异 那你的SAT分数跟你的GPA成绩 跟你高中修课已经跟大家都差不多了 唯一能够造成你特赦的地方 其实是社区服务 是这个课外活动 还有一个自传 这三样东西 尤其这个自传呢 它是在一个大概600字 到1000字左右的范围里面 你必须抓到一个就是 精华点就是说 你怎么样可以用600个字或者是1000个字里面 把你的人格特质 是吸引大学的地方能够抓到 什么叫自传 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是谁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别人的眼里认为你是谁 第三个大学里面的眼里认为你是一个进来以后的是什么样的学生跟你毕业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三个重点你抓到就是说你自己看自己旁边朋友亲戚看你 还有一个大学的emission officer这个招生委员会是怎么看你 你把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你自传大致上你就不会太偏 因为自传要看就是一个self-introduction 就像你刚刚讲就像求职找工作的一个履历 那你这个履历好公司就愿意聘用你 hire you 如果这履历写得不好 哪怕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主修毕业的他录取了你没有被录取什么原因 你说你的resume写得不好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你没有一个focus 没有一个强化你的这个个性态度能力 还有一个叫潜力 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是已经看到了 潜力他未必看到 所以在写志传之后来讲 既然这个能力跟潜力之间做一个平衡的搭配很重要 就想说说一些是已经过去的成就这是看得到 可是未来的发展看不到 这就叫潜力 所以当你在写志传的时候你要把你未来的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这种亮点这种能够吸引大学注意的地方能够去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种写志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写志传跟写英文作文完全不同 所以不这样的是说作文写得好的人就会写志传 那写志传呢倒必须要有一个写作的基础呢是必须要有的 所以我建议学生的话大概是十年级开始啊 你就可以开始写第一次尝试性的写申请大学第一次的写志传 十一年级这一年当中陆续再写几次写到十二年级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不断的修改增加资料删减资料 你会越来越明星见性越来越了解你是谁 你的眼里别人眼里你是什么样的人 还有大学为什么要收你 当这几个问题想清楚的时候 这个志传可以写得很好 对我相信这个志传将来会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会修摩的更加光滑 更耀眼一点 那么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就是说 在有可能去参加一些就是旅行啊 增加自己的阅历啊 还有一点我提到的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很多学生选择在 比如说在大学以后 可能是四年大学里 可能抽一年出来就是去别的国家去study a board 这种跟你在上大学之前去打算去做一些增加自己努力的事 我觉得类似是类似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这样做就比较好呢 还是说你会觉得说 因为你必定要去别的国家 会不会就浪费了这一年的功课啊 或者是学业 其实在像UC加大系统里面来讲 他们的课程设计在这四年大学当中 有一年可以当交换学生 是当做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可以到中国到韩国到欧洲到南美洲 去读书读完一年再回来 毕业证书还是由UC加大给你的 那这个经验在我们过去过去辅导的很多学生 他们有利用这个program的特性 其实美国很多大学都有叫做姐妹校 有跟他签约的学校 就是说一个学生在伯克莱念书的同时 他有一年可以到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去念书 最后再回到这伯克莱再把它念完 那这个经验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到英国念书 也可以到纽约的东岸去念书都可以 那刚刚你回答你刚刚讲的是说 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说 当学生在你进大学之前 多增加一些特殊性的旅游经验 其实这个是就是看说 这个旅游给了你什么样的想法 给了你什么样的启发 所以因为这个旅游里面造成 你在智慧上对人性的了解 对世界的看法之后 当你有所体验的时候 而能够表达出来 这个旅游才有价值 对 我觉得我想问的是 会不会对您申请大学的时候有一定的加分 会有加分是在于就是说 这个旅游经验怎么样用自传写作 或者是回答问题的方式 或者有一些人叫推荐信函里面 他要把这个特质要彰显出来 如果你怎样我去过尼泊尔 两句话我在那边住了两个星期 那接下来就结束 说那边很落后 或者说空气很好 但是蛮无聊的 你这样子写完这个字传 没有人要你承认你这方面的价值 可是当你到尼泊尔去 你了解了这个佛教的发源地 你了解宗教对人的影响 了解那边的生活 他们曾经是快乐指数 是全世界最高的 可是这就值得你去探讨这个问题 当你去过以后回来 能够写出一个报告 又可以发表的话 或做出一个研究的时候 这个旅游经验 就变得是一个学术上的报告 当然对申请大学有帮助 可是只是吃喝玩乐 住五星级饭店 吃桃花大餐 没有用的 你这样子玩说 住过什么 去过哪里的豪华的地方 去过一个奢华的资旅 大学是不是要这些经验的 那不是这样的 那是推荐或姿势新的 那么我们又讲到 其实一旦进申请大学以后 您一直以来都提到 就是说可能成绩 反正您已经进来了 那成绩自然 你有一定的标准 那么成绩其实并不是 最最最最重要的 那么其实还是 有很大的关系到 您在这个学生 在这个学校里的发展 其中一点 我就要您一往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学生的EQ 那他在人格发展 人格魅力 有没有领导才能 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对这个社会上 要一个找到一个人 能够来上班的 企业界的业主 他讲说一个应征的人 要有IQ 就是你的学历 专业知识 要有EQ 为人处事的这个社交能力 了解别人的心理的能力 叫EQ 还有一个叫AQ Adversity 这个Adversity 是叫逆境商术 就是Working Under Pressure 或Starting Under Pressure 就在一个有压力的环境之下 你怎么去应付这个压力 还能够正常的运作 所以这三个Q 其实都很重要 大学里面会让你发展 所以EQ 不是在课堂上学的 人际关系是在活动 社团 做义工 做社区服务 或者是暑假的 这个paid 或者nonpaid 这个Working Experience里面 工作经验里面 来培养你的EQ 任何的工作都能够培养EQ 因为它是人跟人之间的 某种程度的互动 除非你只是做一个Data Entry 那Sorry 你就Data Monitor 是不断打字 一天打八小时 那个工作没有价值 如果是说你是做一个 行销经营管理服务 解决问题 照顾别人 这种东西来讲 只要涉及到人的互动 这个东西对大学毕业 在大学里面形成你的Charisma 叫领袖气质 领导才能 或者关心他人的能力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他们问你 哪一个大学毕业 你的主修是什么 再多一点 我看看你的成绩好吗 看看你GPA 这个成绩怎么样 更重要的 它是说你在这大学四年里面 你做过了什么事情 你领导过了别人 你还是你被别人领导 你完成了什么样的使命 你对这个社会 社区大学 有没有帮助 那这些呢 是大学 就是在你必须去focus 就是教室以外的功课 一些教室以内的功课 就是考试成绩作业报告 这些就是教室里面 教室以外的话 就校园这么大 还有就像Stanford大学 Palo Alto 它那个大学城 Either all the way 到这个San Jose 或者到旧金山 这一路上面都叫Bay Area 这个区域里面来讲 你读Stanford四年 你跟这个Silicon Valley 这个矽谷 或者硅谷的工业 商业他们的产业有没有关联 有没有工读的机会 实习的机会 有没有到Google 到Yahoo 到这个Apple 这个大的公司里面 去做过一些工作 那这样子就决定 你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找事的顺利的程度 当然大学里面的教授 也希望他们培养出来 孩子是非常自优的 优质的学生 优质不能只是在黑板 跟客桌椅中间 这段戒律优质 优质要能够从学校 一直发展到社区 甚至到社会到国家 所以大学里面来讲说 像哈佛大学讲 我们在找的学生 都是未来的世界领袖 President 对 这些都是Leader President 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把这观念抓住以后 你就知道读大学 不是只是像高中 或者像初中 只是读功课 其实也是叫读书兼做人 两样都要学习的 没错 我应该提到一点 就是说去这个 有一些实践的机会 那么如果 其实很多我发现 尤其是华人的孩子 他们其实是 他们学习成绩 学院的成绩非常优秀 其实他 但是他 换句话来讲 大概可能他在 比如我们讲 Socialize那方面 Socialize这一方面 并不是很优秀 可能他未必知道 怎么样 Or perhaps he's not that sociable 这方面要怎么样克服呢 其实社交 有一种叫社交恐惧症 就是说一个人 不太于习惯 在陌生人面前 表达他自己真实的感情 或者把他真实的形象 Image四人 那这些可以经过一个训练 来调整的 就像是说最简单的 一个孩子参加舞台上 Drama的舞台的表演 戏剧表演 或者是参加 Speech and Debate 他有一个公共演讲 或者辩论的机会 这些都是有audience 都是有些群众观众在看你的 那我也鼓励很多学生 当你遇到陌生人 说不要只说 Say Hi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没有了 结束了 你可以多讲 Oh where did you get this It's look nice 好像讲说 我很喜欢你这只小狗 这小狗是几岁 我就是打开话夹子 从简单的寒暄的聊天 到这个说说 已经是正常的谈话 一直到深入的切磋问题去探讨 这有三个阶段的过程 当然我觉得很多训练孩子的过程当中 就是说 培养自信 培养社交能力 培养表达能力 这些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 而这些呢 常常要靠家庭教育 跟社会教育来完成 学校的教育只有说社团里面教这些 课堂上课是老师讲 你只要做笔记 记起来考试会考就可以了 不代表你具备你刚刚讲到的这些 属于EQ方面的能力 这个社交能力 所以一个人社交能力 是跟他的事业高度 其实是成正比的 绝大多数在这个事业上 很有成就的人 或在学业上能够表达得很好的人 他的社交能力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也社交能力也可以简单 就是EQ里面最大的一个板块 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 包括同理心 关心他人 理解他人 能够帮助别人 能够说了解别人的情绪的反应 那把自己放在一个 让人家觉得愉快 又不会显得突兀 也不会去压 踩到别人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每到一个社交场合 懂得是怎么去跟人家 寒暄介绍自己 去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或者误会 其实这些都是高EQ的人 而你可以证明在美国的这500强的企业里面 他们能够去做到这个大公司的总裁 CEO President 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沟通表达能力 也就是讲说他们有非常好的社交的这个智商 就是social的这个IQ 是EQ 这些他们都是具备的 所以说 在某种程度上 搞不好 EQ比IQ是更重要一点 是更需要去大家去关注这方面的发展 是 所以讲说你刚刚讲的对 EQ的确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500强的企业里面来讲 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列出七样指标 最后他们总结出来 七样他们要用人的指标里面 六样都是跟EQ有关的 只有最后一项它的specialty 就是它的专业本质是什么 那样才是IQ 所以你将要知道读大学这件事情 有时候培养你EQ的能力 会比你培养IQ的这个能力 也说在将来在社会上会显得还更重要一些 是的 没错 好的 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来到这里 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